同样功高盖主,为何王俭与韩信一人得善终,一人惨死? 读历史,您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在中国古代史上,智慧超长的军事家不乏其人,但大多数军事家们都在建树了镇谷硕金的丰功伟绩后,死于非命。 这里有一连串我们熟知的名字,吴子虚,吴启,白启,韩信,彭越,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。 这些人或是攻略城池,蝶获胜利的大将军,或是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的谋略家,又或是文能安邦,武能定国的政治家兼军事家。 可最终的命运,却都惨死于君王的妒忌。 猜疑之中,这并非是历史的吊诡之处,而是皇权绝对统治下的必然规律。 因此,对于军事家来说,光有一流的军事能力并不足以保全自身,还需具备一定的政治眼光。 在这方面,秦国的王俭便是一个突出的典型,张弛有度。 王俭法处之一显本领,王俭自少年时期起,便带领秦军四处南征北伐,颇有名气。 嬴政继位之后,对这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也颇为倚重。 公元前226年,秦国已经顺利灭掉赵国,韩国。 而燕国败退于辽东只曾苟延残喘之势,为国虚弱不堪也不足为患。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。 好了,言归正传。 于是,胸怀天下的秦王便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于楚国。 为了试探楚国的实力,秦王先派王俭的儿子王奔率军发起进攻,谁料王奔的进攻格外顺利,竟连破楚国十多座城池,秦王大喜过望。 他完全没想到,楚国竟变得如此外强中干,便打算一鼓作气将其拿下。 几经思虑之后,秦王命令原本伐楚的王奔,转去讨伐魏国。 伐楚的后续事宜则由王俭或是李信负责,但在伐楚的具体安排上,王俭与李信出现了巨大的分歧。 李信以为,楚国接连失去十多座城池这件事,恰好说明楚国如今的国力衰微。 因而秦王只需要给他二十万士兵即可一举拿下楚国。 可王俭却认为,楚国此举只是在向秦国示弱,为的就是让秦国产生轻敌的心态。 如此一来,楚国便可利用十多座城池诱敌深入,一举重创秦国。 此时的秦王完全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,对王俭的回答很不满意,在秦王眼中。 年岁已高的王俭可能对法楚一战产生了些许的惬意。 因此,秦王决一命李信与蒙田一道率领二十万人出征楚国。 见秦王如此嘲讽自己,王俭所幸直接称并回乡了。 历史证明,王俭是有先见之名的。 隐瞒了自身实力的楚国不仅打得秦军溃败而逃, 还斩杀了秦军的七都尉,得知此事的秦王懊悔不已, 连夜前往王俭的老家平阳请他出山再次罚楚。 王俭也是个有脾性的人,对秦王的示好不以为然, 依旧称并不出门,秦王自知理亏,屈尊三顾茅庐, 并允诺给王俭罚楚安排六十万人。 这才请动王俭出山,手握重兵的王俭并没有因此骄纵自傲。 在出征的过程中,他不厌其烦地派出了五个使者向秦王讨要乡间宅园, 为的就是打消秦王的疑心。 原因很简单,普通将士一旦身居高位, 难免会生出无法满足的痊愈,继而迷失了自我。 而这也正是君王无时无刻都在忌惮的地方, 王俭不断地向秦王重申自己的理想不过是乡间别院, 无心封绝封王,此举恰恰是表明自己没有拥兵自重的念头, 对秦王更是绝无二心。 如此一来,秦王也不会因为对王俭留有猜忌便派人暗中监察, 干扰王俭法处的正常进度,这个做法果然奏效。 王俭的许多部下大为不解,都认为王俭做得太过分了。 王俭告诉他们,大王倾尽全国兵力,交付给我, 我只有以多请良田美宅,作为子孙日后生活保障的为借口, 来替自己找活路,大王才会把六十万大军放心地交给我, 不会对我有怀疑了。 王俭在灭掉楚国后,马上交出兵权,不问世事, 无论秦始皇怎么劝,都要隐退,作为一代名将的王俭。 功高不振主,主动隐退,避免了受缠被杀的悲剧,从而得以善终。 当然,这绝非王俭一人之力便可做到,关键还在秦王的心思,不计前嫌。 秦王能屈能伸胸怀广在史书的记载中,秦始皇更多的是以暴君的面目示人, 与人均相差甚远。 但实际上,人本身就是一个多面体的存在,秦始皇一不例外。 王俭的智慧于功臣而言,其实是道保命符,若没有,便会书写另一种结局, 大名鼎鼎的韩信便是最好的例证。 秦朝末年,刘邦斩蛇就意起兵反抗暴秦。 七年之后,忠诚一方霸主,在起兵夺取天下的过程中, 刘邦麾下聚集了大批能人义士,在论功行赏的时候, 刘邦曾说过自己之所以能击败项羽,就是因为自己善于用人,敢于用人。 汉初三杰都是刘邦收服的人才, 这三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夺取天下立下了汉马功劳, 其中韩信的身份比较特殊,其余两人堪称谋臣, 而韩信则是胆识谋略都不输刘邦项羽的当事豪杰。 在加入起义军之前,韩信曾经生活得十分落魄, 常常被市井无赖欺凌,当韩信进入项羽起义军之后。 虽然他展现出了军事的天分,但他一直不被项羽重视, 只能空有一身报复而无从施展, 直到多年之后被萧和赏识,引荐给刘邦, 这才有了封王败将的机会。 韩信曾在项羽军中多年,深知项羽的优势缺点。 在与刘邦的对话中曾提到, 项羽虽然勇武过人却不善谋略,只能成匹夫之勇, 纵然霸气披腻天下却为人小气, 每当闷宫行赏从来都是自家人吃肉,外人连汤都没有。 久而久之天下诸侯心生不满,内部并非铁板一块, 项羽向来刚勇自用,不能容忍。 所过之处,百姓苦难没有丝毫减轻, 不得铭心失败,即便得了天下也不会长久。 为此韩信劝说刘邦广开严路,任用天下贤能, 体恤百姓疾苦,每逢大战只要犒赏三军, 如此得到军心,铭心何愁天下会落在他人之手? 刘邦深以为然,重用身边功臣良将,出其兵夺三秦之地, 先生夺人打胜了楚汉之争第一章, 虽然后来在围攻楚国时候落败, 韩信及时发兵救援,为刘邦赢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。 为了能扭转战局,刘邦任命韩信为丞相, 总领一方兵马进攻魏国。 韩信不如使命以齐谋渡河攻下魏国都城, 随后趁势以少数兵马偷袭赵国、燕国, 接连拿下诸多诸侯国,让刘邦的地盘不断扩张, 最终才有了与项羽一较高下的实力, 在此过程中韩信出力最多,四处征战终于让汉军发展壮大, 有了跟项羽正面决战的底气。 巨鹿之战项羽灭掉秦兵40万主力, 自是功劳最大开始统率各方诸侯。 公元前203年刘邦无奈前往汉中就任, 内心十分不满,没多久双方撕破脸皮大打出手, 先后经过几次大战,局势逐渐转向刘邦。 该下决战时刘邦统领40多万兵马围困项羽, 储军士兵陷入重重包围士气低落, 最终被刘邦全歼,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 刘邦功成名就之后,分封各路功臣, 韩信因功或封楚王。 只是功高盖主的韩信怎么也不会想到, 曾经的功劳有多么大, 如今的处境就有多么危险。 刘邦在位时,有臣子多次上奏韩信意图谋反, 好在刘邦在的时候感念旧情并没有落井下石, 只是从中不断敲到韩信,削弱其影响力。 然而在刘邦死后,女后掌权安排外妻入住朝堂。 对韩信等旧臣开始清算, 令人意外的是, 这位曾经帮助韩信封王外相的引路人萧和, 也成了除掉韩信性命的刽子手。 在萧和的剑下旅后, 以雷霆手段虐杀韩信, 而韩信被除掉之后, 萧和却说,这是卫国除奸。 韩信一生为汉朝征战四方, 战功赫赫。 即便心高气傲却没有实质谋反之心, 如今却成了萧和保全性命, 向旅后产名忠心的投名状。 当魏国除奸四个字从萧和口中说出来的时候, 不禁令人心寒, 纵观世间上的英雄豪杰, 有几人能在功成名就之后, 安然脱身。 即便如韩信一般闭靡天下的大英雄尚且落得如此下场, 真验证了那句话, 可同患难不可同富贵罢了。 所以总的来说, 其实王俭, 韩信两人的讨赏都在向领导表明自己不会造反, 并提出自己的一期,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, 一个在证明我没有能力造反。 王俭讨要封赏只是他功成身退的准备工作, 重点是功成之后坚决退出权力中心, 既然不担任任何要职, 没有兵权, 加上年纪老迈, 最大化降低自己对秦王的威胁。 另一个, 韩信却一直口头讲我不会造反, 却不在实质内容上下决心, 反而一再要求做齐王, 做楚王, 一旦降为无实权的怀音猴, 立马给领导丢脸色。 这是典型的我, 虽然不会造反, 但一定要保留必要的造反能力, 当权者当然无法容忍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哟, 你小小的订阅,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最后 这个终于为此, 最终于是在走上双握。 我的终于在座喜欢的简单上, 挤手边的领导力。 那么正中间, 与一下省里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